乾隆寫給英國國王的信 收藏於大英博物館中 全文976個字 淨顯愚昧 乾隆58年 乾隆80大叔英國派出了以使者 麻將人力為首的訪華使團 使團人數多達700多人 都是英國當時各行各業的精英 派出的皇家戰艦更是多達5艘 僅僅皇家氣派 由此可見英國是多麼重視此次乾隆的授慶 使團歷盡艱辛 整整9個月後才到達北京 當然除了給乾隆贺售 使團還有一個重要任務 那就是與中國建交 開拓英國的海外市場 助長本國經濟 為了達成此行的目的 英國人可以說是費盡心機 獻給乾隆的賀里竟然多達600多箱 不但有西式珍寶和珍貴的精美歐洲藝術品 更有代表了英國軍事實力的槍支武器 英國人在禮拜中 特意提及了榴彈炮 排擊炮以及手提武器 他們認為這些東西 肯定能夠引起乾隆 乃至大清的興趣 然而英國人失望了 乾隆的盲目自大 令大清帝國失去了一次改革自信的機會 乾隆只看到了那些價值不菲的珍寶 並沒有從那些先進的槍支武器中 秀出大英帝國的潛在威脅 他天正地認為 英國人此次前來 是處於對他的狂熱崇拜和大清帝國的敬畏 後來 馬加爾尼表示 作為英國使才代表的是大英帝國 他和乾隆是平等關係 拒絕進見乾隆使行三貴九寇的大禮 馬加爾尼此舉引起了乾隆強烈不滿 他感到自己大受冒犯 對於英國這個不懂理數的蠻夷小國 他壓根就沒有放在眼裡 便拒絕進見派人打發英國使團 打到回府 歷經千辛萬苦才踏上大清帝國土地的馬加爾尼 沒有想到自己會遭到如此待遇 他不想輕易放棄與大清建交和發展貿易的機會 經過討價還價和溝通 最終他任務服務地獻上了英國禁見國王使 做行的單膝下跪禮 並獻上自己帶來的珍奇異包 以討得乾隆的歡心 禁見的整個過程中 狂妄自大的乾隆 與馬加爾尼並未有深入的交流 只對於馬加爾尼身邊的一位會說漢語的小孩子充滿了興趣 為了顯示他還賞賜給了他一支五爪金融核報 對於馬加爾尼提出的貿易要求 乾隆認為這只是英國人盯上了中國的巨額財富 便斷然回絕了 很快乾隆便安排了英國使團達到回府 臨行之際 他還給英國國王寫了一封信 赤英國國王運 圈為976個字 開頭一句 善為讚許 肯定了英國國王為乾隆慶受的公帥之舉 同時表示 大清已經擁有了一切地大物博 足以自己自己 更不需要與任何國家交流 至於英國提出的改革中國體制制度 那是痴心妄想 門都沒有 然後乾隆以高高在上 皇上對待臣子的語氣 在心中對英國國王進行了苦口頗深的教育 警告他不要再打大清帝國的主意 畢竟普天之下唯我獨斷 最後乾隆為了強調 中國的強大將英國闢得是一無是處 英國國王度晚這封信後氣得那是啞根哥哥作響 同時也感覺到了乾隆的愚昧可笑和目光短淺 他們評價道 這個帝國是一具木乃伊 它周身屠有防腐香料 描畫有象形文字 並且以絲綢包裹起來 它體內的血液循環已經停止 就如冬眠的動物一般 最後英國人將這封信作為 英國外交史上收到的最屈辱的信件 與充分彰顯大清有美無知的信件 納入了大英博物館 收藏至今好了 本期視頻就到這兒 我是鐵鍋 感謝大神的關注點贊和轉發 我們下期視頻見